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中文人民行祭出重拳 双绿双降措施 有可能实现GDP百分之五的目标吗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黄胜凯 超私的进口弹争议时隔一年 北检在昨天大动作调查 而这时候有立委另辟战场 他们猛烈攻击 液弹去哪了 难道要在校园跟军队里面 把液弹放到过期吗 民主党立委张其凯爆料 去年进口的弹当中 很大一部分被打成了液弹 也就是没有蛋壳的蛋 他们的有效期限只剩下两天 也就是直到九月二十七号 那这些蛋现在在哪呢 难道会被改标 继续在市场流动吗 对此中央市场会回应 他们没有在卖过期的液弹 去年超司弹产地国籍变更 巴西变台湾 当时不只下架错标弹 时任农业部长陈吉仲 也跟着自寝离职 但立委再踢爆 还有大批九月二七 孝齐的液弹流窜市面 七千万颗是即将要过期的 中央市场会把它打成液弹 最近我们发现这个液弹 又拿出来卖了 更严重的是 它马上就要到期了 那个卖掉了 我们八月公开标售的 那个部分是标售 效期十月到明年的那好几标 续产会澄清进口蛋加工 都在效期内完成 没有过期问题 但二零二三年 续产会的液弹评生 标示保存期限一年 现在农业部却说 只要保鲜消毒有做好 效期可以延长一年半到两年 被质疑是替过期鸡蛋找借口 清楚跟国人讲 你这七千多万颗的蛋 做成液弹之后 你到底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卖到哪里去了 不只如此还被发现 有改标争议 看开公开标售文件 第一标名列鸡蛋来源国 包含巴西 泰国 澳洲等等 第二标却是什么都没有 他是整批去给业者代工 所以他被批去的时候 他是哪一国的蛋 他事实上是有混开的 不太会出现什么国 什么国的蛋混在一起 这是五月份 他讲这个产地从哪边来 巴西 土耳其 泰国 澳洲 美国 加工制成 这是今年的八月二十七号 出产国不见啊 这不是改标吗 续产会强调 液弹主要卖给加工业者 但进口液弹到底有没有过期 而大量液弹又流去哪里 续产会势必要说清楚 讲明白 来继续 继续报道 好 各位朋友您还记得两年前的蛋荒吗 这也是超私弊案延烧的背景 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画面上 您看到这位只有日本籍的吴玉飞 他疑似假冒身份 一个人分饰了三个角色 他同时是日本公司的代表 又是日方的代理商 又是贸易的进口商 一条龙来操作鸡蛋进口 他本来先找到了 登进美容业的量彩公司 原本是要进口一共 三千多万颗的日本鸡蛋 量彩公司当时只完成了 五百四十多万颗就退出 而这时候 吴玉飞已经赚进将近三百万的服务费 但是量彩退出怎么办呢 要怎么继续赚下去 他就找到了他的妈妈秦宇桥 在二零二二年九月 用五十万的资本额 成立了超司公司 无缝接轨 不怪的是 续产会竟然是超司 还在登记立案之前 就先引进了第一批鸡蛋 还被爆出 没有验收就交货 同时检方调阅的资料也发现 超司他买的鸡蛋 平均一颗是七点三九元 比之前量彩买的六点九元 还要更贵 甚至当时的这个吴玉飞 还只用电话报价 延伸更多关税短报的问题 台北地检署 在昨天指挥调查局 兵分了十四路发动搜索 同时约谈了超司公司的代表人 秦宇桥 还有现任农业部副司长 陈中兴 一共是有八名被告 三名证人 其中陈宇桥 他在进入北检的时候 不只怒嗆媒体拍什么拍 还囂張的说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遭到检调月谈火气却好大 对着媒体嗆瞎 他是超司负责人秦宇桥 因为鸡蛋采购案被搜索 24号晚间移送北检复训 超司的合作伙伴量采公司负责人 林一龙也同样遭到约谈 为了镜头始终保持沉默 移送复训时 眼镜都起雾 他是农业部副司长 陈中兴时任中央续产会执行长 也是这次检调月谈中 位阶最高的政府官员 北检缤分十四路 扩大月谈 除了超司量采两家公司之外 也正对农业署进行搜索调查 根据了解 这次行动针对超司进口日本蛋的争议 因为检调发现 秦宇桥在2022年9月 以50万资本额成立公司之前 就已经和续产会达成合作 再找来本业是美容业的量采公司 得标进口蛋的采购案 换句话说 续产会是否涉嫌土利 有待理清 检方复训之后 玉林秦宇桥以200万元 交保后船 不过另一个关键人物 他的女儿吴玉飞却未盗案 原来他一人分饰三角 身兼日本公司代表 以及日方代理商 还有超司的贸易进口商 检方调月资料发现 2022年的采购价格 平均每颗鸡蛋7.39元 高于量采的6.9元 涉嫌榨取续产会的上千万元 有拿到多少钱吗 2023年3月 为了解决蛋黄问题 农业部决定进口鸡蛋 结果却爆出弊案 时隔一年多 终于启动调查 发明被告三名证人 有人重金招保 有人限制出境出海 接下来检方主意釐清 超司弊案的幕后真相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好 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 号称是美基教主的整形名医 他叫王朝辉 他现在也被列为被告 但是跟整形手术完全没有关系 而是超司的进口鸡蛋 因为王朝辉呢 他就是我们刚刚新闻当中看到 量采公司的负责人 而这家公司明明登记的是美容业 但是却可以跟续产会签约进口日本鸡蛋 我们记者就实际到了 量采公司的营业登记地址 发现这个地方是一般住宅 而且附近就是王朝辉的诊所 身穿衬衫戴着黑口罩 量采负责人之一 卢山珍面目曝光 原来是医美界鼎鼎大名 由美基教主支撑的整形医师王朝辉 到底是谁啊 王朝辉 演艺全明星争相合作 王朝辉还被称为天后御用医师 学经历丰富 看诊经验大约二十年 除了医师还是量采生计负责人之一 这回被卷入超司争议 我们实际回到量采的营业登记地址 就位在新北板桥中山路的这栋大楼 从外观来看 完全没有任何量采的标示 我们实际询问管理员 该地址只是一般住家 而就这么刚好量采的负责人之一 王朝辉就职的诊所就在隔壁 今天下午一点王医师还会看诊吗 所以他今天下午都不会进来了吗 对不对 王朝辉被列入被告后 周三下午看诊全取消 而他旗下诊所分店便及双北 宜兰高雄全台超过时间 而他负责的生计公司医美诊所 二零一九年先是砸大手笔 一亿元买林口店面 二零一年再砸三点一亿 买台中工艺路透天 整西名医旗下生计公司 牵线超私购买鸡蛋 现在爆出土利诈欺弊案 王朝辉扮演什么角色 剪掉抽丝剥茧 继续走 好如果在民众党知识者心中 刚刚侦办超私弊案 让司法活了过来 现在恐怕司法又死了 因为北检同时在侦办金华城弊案 这两个多礼拜展开的借题马拉松 已经进到第四轮 包含在昨天提训了 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今天也第四度训问 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另外到了下午是约谈了 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不排除就是要拿新的证词 交叉结问 那从目前的约谈进度看起来 彭震生跟沈庆金他们的证词 似乎都不拢 那是谁在说谎的 从囚车后方自行走下来 再由法警提供轮椅 让他坐了上去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第四度被借题应讯 主席有没有给客人折钱 主席身体状况还好吗 这次刻意拉起外套 遮住半张脸 加上盖住大腿尿袋 身体看起来真的很虚弱 穿着短裤黑皮鞋的他 还需要法警帮忙 才能进入北检开庭 同样身穿蓝色外套黑色短裤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在收押后也是被检方第四度借题 特别的是上午是彭震生 下午轮到沈庆金 不排除检方需要交叉 比对证明证人的证词 有没有矛盾之处 检方眼中的关键证人林周明 24号上午被三度约谈 成为进华城案当中 传唤次数最多的证人 因为他身为科事副 首位台北市督发局长 坚持反对容积奖励暴增 还多次跟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唇枪舌战 金华城案赞押被告 已经进入第四轮借题阶段 从时间轴来分析 9月9号到13号短短四天 四名被告都被二度征讯 第三轮从柯文哲开始 只花三天就进入第四阶段 检方马不停提展开借题马拉松 除了厘清4500万贿赂金流 还要还原金华城弊案的决策过程 彭震生 沈沁金 证词始终都不笼 到底谁没有说实话 检方要加紧把握时间 把最上层的决策者从幕后逼出来 金新闻综合报道 而民众党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曾经多次精准预测 台湾选举的日本学者 小丽媛星星 他认为民众党想要长大 是难上加难 他预测课问者一定会被起诉 而且未来会主打还我清白 当做他的政治口号 直播审明也看到 民众党的巴西立委在国会里面 并没有扮演到关键少数的角色 反而是跟在国民党的屁股后面 这就会导致所谓的中间选民 开始导向民进党 曾多次精准预测台湾选举结果的选举之神 日本政治学者小丽媛星星 再次对台湾政坛情势做出预测 小丽媛认为卷入弊案的柯文哲 很可能在年底前被起诉 不过就算光环尽失 但他的政治能量上有留存 未来将会以还我清白 作为力拼付出再起的口号 主席卷入弊案挑战执政党 声势后的阿兰白河 民众党巴西进入立法院 小丽媛认为也没有发挥 选民期待的关键少数 清大人社院主任姚仁多也指出 民众党只靠着柯文哲的个人特色崛起 未来的路无疑陷入困境 小丽媛坦言以海外学者的观点 完全看不出台湾第三势力做了什么 至于上任四个月的赖政府 小丽媛评论赖清德领导方式 比较强势但整体情况稳定 小丽媛接受清华大学邀请 今年九月起在清大人社院开课 将更进一步观察台湾政局发展 继续林仙 张俊仁常报道 而这个会期的立法院赵伟选址 国民党本来说誓言不让 没有想到今天到了之后大转弯 他们让出了一席赵伟给民众党 让出的是国防外交委员会 这也再次巩固蓝白河 在这个会期要继续合作的默契 直播现在很多民众对蓝白这样子 年TT好像蛮火大的 因为两党日前联手把明年的总市预算案 暂缓立案 这如果卡住的话 会影响到包含你的育儿津贴 包含租物补助 甚至是各个县市的建设跟发展预算 民众批评 这根本是在瘫痪政府 10月6号开始是林义军赵伟 赵伟选举一结束 新任赵伟立刻讨论分工 在王定宇对面的就是民众党立委 林义军受到礼让成功出任 针对潜见国造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是会严审 那未来我们希望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不分朝野一起把关 一起监督 故事发展峰回路转传出蓝营 原本除了黄仁争取 也有人期盼马文军出任 但最终总赵傅昆奇在前一晚告知 这一席得让给民众党 不让外界质疑党内有杂音 最终赵伟选举结果出炉 蓝营除了国防外交 其他七个委员会都派自家人担任赵伟 赵伟出炉后首要战场就是总预算案 毕竟蓝白先前联手将总预算暂缓裂案 让部分网友们很火达 好 再来看到这是什么逻辑呢 自己不投票被民众党骂 但现在反而说是被民进党霸凌 而这会是蓝白河的破口吗 昨天这个画面就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 他们针对暂缓总预算案进行表决 那就发现这一位 国民党立委罗廷伟他不愿意投票 选择弃权 就被民众党台中市党部的主委酸说 难道你是怕被台中市民罢免吗 那到了今天罗廷伟九十度鞠躬道歉 保证下次不再犯 同时呢 明明骂他的是民众党 他却说他遭到民进党的霸凌 所以民进党团的干事长 吴思瑶就说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挂着厚厚黑眼圈 在党团同仁暖心陪伴下 国民党台中立委罗廷伟 为前一天表决弃权 深深致歉 怎么问都是同款回答 或许就怕多说多错 24日蓝白在程序委员会中 联手暂缓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但罗廷伟就这样静静的 没有举手赞成 当议事人员确认时 他还摇摇头 让全场大傻眼 只是还没等到自己人炸锅 友军先崩溃 罗廷伟身在 欲为蓝白河示范区的台中 当时也在汉民众党合作下 成功当选立委 也难怪有小草无法理解 但万一党预算这票投下去 不止罗廷伟可能再遭受 青鸟行动之后的罢免声音 也不免让大母鸡卢秀燕 成为剑靶 尽管台中战友帮忙缓夹 但罗廷伟反省自行处分 将依党章挨罚一万元 当新柯立委在党义 以及地方民意之前 如何守住政治生命 只能在跌跌撞撞中 学者顶住压力 进行新闻最后报道 这个地方电费一百万有这么夸张吗 国防部长顾立雄的官邸被爆出 电费一个月要一百万元 是内阁的第一名 顾立雄就澄清 他上任过后 从来没有住在这个官邸里面 而且这个官邸其实是 国军的营区的一个部分 所以所谓的百万电费 应该是整个营区算在一起一百万 不过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电费争议 让这个战略性很高的国军营区曝光 他叫梅庄 不只行政院长官邸电费异常 国防部长顾立雄也被爆出 官邸电费超过一百万元 是内阁成员的第一名 从到任以来 我没有住过官邸 附近有一个宪兵的炮兵营 住在那里 所以这应该只是在集算那个官邸吧 他是整个炮兵营的 那个部队在那个地方 官邸只是那个营区的一部分 顾立雄跳出来澄清 直说自己都是住在北投家里 却也让他的危安问题引起关注 里面的摆设比较简单 你一旦你不在这个官邸 其实会增加这些危安人的困扰 因为其实他搞不好 行车动线 甚至我们讲白点脱逃路线 他们都要重新设计跟安排 其实国防部长官邸 是一栋西洋市风格的两层楼 白色洋房位置就在宪兵 梅庄营区内 国防部长官邸就位在中山北路 五段的梅庄营区内 过去曾经是参谋总长官邸 旁边除了是民传大学之外 附近还有捷运建坛站 以及士林夜市 即使车水马龙 依然靠着厚厚的围墙 闹钟取静 日治时期 梅庄营区是热带医学研究所 士林之所 二战后移交台大 1946年9月 国防部向台大租借 因为临近士林官邸 也有隧道通往恒山指挥所 是重要战略位置 由宪兵进驻 曾是二零一指挥部 其中一个营区 也是士林官邸 和七海官邸 警卫安全的重要哨点 全盛时期 有数百位特勤进驻 两千零五年 改由当时新成立的 宪兵炮兵两两八营住房 官邸旁的建筑物 则是台北市市定谷基 也是两两八营的营部 所在地 国防部长官邸 电费 不只让梅庄营区 意外揭开神秘面纱 也让宪兵最精实单位之一的 两两八营 难得成为焦点 进行文明之刚 十六委采访报道 有一名男婴被弃失 在基隆山区 而这起案件 隐藏了七年 一直到他要上小学一年级 才被曝光 有一名到了入学年龄 应该要上小学一年捡男童 却完全没有到学校上课 警方一查发现 这名男童在三个月大的时候 就已经死亡 而且他已经被弃失 在基隆山区 他的爸爸在过去几年 本来就带着他的骨骸 到处去打工 一直在去年 招了新女友 怕被发现 才决定弃失 而这名身负公称 这个男童是在三个月 大的时候 意外意乃窒息 不是他亲手杀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兼法医 赋验骨骸 要厘清死亡 为什么要掩盖小孩 一定死亡 低着头 捂着脸快不走进香艳室 他是基隆男婴棄尸案 小孩的生母 二十五号下午 从新竹北上现成殡仪馆 配合检察官 理清案情 不接受才会发生 对于青生骨肉出生之后 究竟遭遇了什么 又在世上活了多久 相关问题 他始终态度冷漠 同样到场的 还有男婴的外婆跟阿姨 两人同样表情沉重 虽然他们都声称 不知男童已经死亡 不过男童的户口 就在三重的外婆家 检方把关系人 通通找来 一个一个问清楚 涉嫌埋尸的身父 已经遭到羁押 但始终不认杀害 亲生儿子 而征刑案件 要回推到二零一七年 当时这对父母 在台中未婚生子 而儿子三个月大时就死亡 却完全没有人通报 同年底身父 就因为诈欺案 入肩服刑 一个月后 两人为了探监方便 才登记结婚 而身父服刑 十个月期间 都是由生母办师 两人后续还在 生下两个小孩 二零一九年底 夫妻离婚分居 身父就一直独自 带着尸骨 直到去年底 疑似担心现任女友 下到才带网基隆 埋石灭镇 明明是自己亲生儿子 却好像事不关己 生母向警方公称 当时他下班回家 就发现孩子已经死亡 男同父亲说是义乃窒息 怕炸其犯身份曝光 因此不让他报案 不过生母不仅持续 请领补助 还在今年五月 办理登记入学 似乎刻意隐瞒 也被警方视为共犯 而检方复讯后 一线之住居请回 究竟男婴六年前 死亡真相违和 是不是遭到凌虐致死 检警还要继续查 男同的生父半世六年 那现在生母是知情不报吗 现在就扯出一个案外案 因为这个男同明明三个月大 就已经死亡 但是他的生母跟外婆 继续去领新北市府的育儿津贴 炸铃的金额超过了十万元 被怀疑早就知情 披荆斩棘穿过树林 走在前方的就是死亡男婴生父 他狠心把小孩丢弃山区 这起杀害气势案 隐藏将近七年 直到男婴到上小学 一年级的年纪才曝光 家属只有说就是 孩子其实没有住在山崇 在哪边其实家属也不清楚 这样的说法 就会让学校担忧 因为怎么会说 家属不知道孩子在哪边 今年五月男同生母 还在线上登记要上课 八月三十号开学 校方没见到人 九月一号电话联系生母 他却说孩子被父亲带走 隔天校方家访 家属口径一致 说男童由生父照顾 九月三号二度家访 一样没看到男童 校方依规定通报 中错及警政協循 二十二号警方在台中找到生父 他第一时间变称 男童托朋友照顾 直到新房突破 才承认原本应该七岁的男童 早在三个月大时已经死亡 南东生母与同一任丈夫 一共生下四名孩子户籍地 都在新北三宠的外婆家 而其他三名孩子 平常都由外婆照顾 最任何外界不免怀疑 难道男童早已死亡 其他家属都没发现吗 只要家中有连满两岁的小孩 没有就读或者是念私立幼儿园的 都可以申请 疑点还有这个新北市府提供的生育奖励 警方发现孩子出生后 生母跟外婆曾到零贵申请补助 领取超过十万元 南童人间蒸发将近七年 除了生父生母 外婆是否为了领取补助 隐瞒真相 整起案件疑点重重 好 有时候我们都无法理解 怎么会有这种妈妈呢 居然让小孩活活饿到死 高雄市这一名单亲妈妈 在十四号的时候中秋节外出 当时把只有四个月大的女儿 独自丢在家里面 一直到二十三号 隔了六天才回家 这时候她的女儿已经死亡 高度怀疑是被活活饿死 这名妈妈被依杀人跟遗弃罪 遭到收牙 夫人骑车不小心摔倒 她的女儿赶来探视 手上还抱着一大女儿 但她其实还有一个 四个月大的小女儿 却疑似被独自留在住处 长达一周没有进食 不幸死亡 三十一岁成姓女子 今年五月生下小女儿 因为付不出医疗费用 被通报为脆弱家庭 全靠社会局协助 申请补助 托育服务 还帮忙每合租屋 一个月前才搬到现在的住处 但成姓女子无业经常抱怨 经济压力大 警方调查九月九号成姓女子 因为大女儿感染肠病毒 没有送去托育中心 小女儿也请假 当时托育人员 都没有发现异常 但十五号成姓女子回娘家 却只带着大女儿 意思就是这段时间 将小女儿独自留在住处 直到二十三号 再带大女儿去托育中心时 才告知社工 小女儿已经死亡 发现该婴儿已死亡多时 经检察官讯问被告后 任被告犯杀人罪 社工与警方上门查看 小女儿明显死亡多时 成姓女子一度公称 有请朋友帮忙照顾 但对细节却交代不清 小女儿无辜丧命 到底真相为何 只能等待监警厘清 而这个真相是经不起 国民法官来检验吗 这对保姆姐妹 到底在怕什么 保姆姐妹刘彩轩 跟妹妹刘若玲 在去年底涉嫌残忍 虐死一岁男童凯开 遭到检方依法起诉 目前全案进入到 台北地院的国民法庭 也就是会要求 一般民众来担任 国民法官一起来审理 不过这两姐妹 不但不认罪 委任律师团还频频出招 现在申请 拒绝让国民法官参与审理 北院在今天开庭调查 听取意见之后将会由何怡婷裁决 留心保姆姐妹 以前以后走下囚车 发现大批媒体守候拍摄 撇过头背对镜头 一句话也没说 他们在去年底涉嫌虐死 一岁男童凯开 今年四月遭到北检起诉 九月二十五号首度开庭 法庭外集结大批民众 拉布条大声抗议 希望司法可以还给凯开一个公道 因为保姆姐妹灵虐守法实在太残忍 虽然进入司法程序 但这次开调查庭 就是因为保姆两人申请拒绝 国民法官审理 委任律师质疑 侦查程序违反不公开原则 出了存在不正当讯问 案件细节还被用新闻稿揭露 造成民众未审先判 连带影响国民法官有预断新证 刘若玲跟当庭表示如果公开审理 担心未成年子女也会遭到霸凌 不过检察官也反驳起诉后 就不存在侦查不公开 而且法院会引导国民法官公正审理 更痛斥反问保姆姐妹 到底有什么害怕让别人知道 我们的司法也看不见孩子的处境 从来不会认为说 那样的一个凶残的行为手段 会致孩子与死的手段 那叫杀人 天内展开司法攻防站 常网也聚集抗议声浪 到底最终能否由国民法官审理 就看何亦婷如何裁决 进行为公文的江家瑜 材料报道 创划这个县市没有水库 全部都靠地下水 但是遇到很多的工厂不迁移 把重金属的废液 灌到了地底下 所以地下水跟农田 是不是被污染了呢 稍后带你来看 一般家里的绿星 你用个两个月 大概就是黄黄的 但是用了两个月 变成巧克力色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大概看到 是彰化这个县市 它是西部唯一没有水库的地区 常年喝的都是地下300米 净化过后的井水 不过过去这里的电镀业 非常兴盛 留下了一座座的工厂 这些废水污染到了农田 那现在政府加强辅导跟迁移 但是有一些工厂迁不走 就继续把重金属的废水 灌到了地底下 这让人担心 地下水跟农田 是不是跟着遭殃 这是台湾农业大县 彰化也是西部唯一 没有水库的现实 一般是在我这就是地下水 水水就土壯这样用 这种地下水 对 我这些加的 我做的水是出水的 我们有一趟一趟 这就是RO的吗 这有RO 还有在我农山里面 这是在这里的地 在北军水 其实这四种水在彰化都来自地下水 老村长就介绍方苑湖心陆港沿海这一带 地处供水管线的末端 水的矿物值多 还有细沙 汉堡村的益潇先生就在自家顶楼室内水塔 先缆水过滤 这多久啊 这是有过多月 过多月了 对啊 你如果说当地在垃圾的时候 一周二十通缸 当地人苦笑 用水长出巧克力棒 五口之家并非用水大户 你说自来水公司来要看 可以 这支滑入这三趟 冻白水而已 这支滑入就烫咖啡色了 不律不知道一律杀一跳 彰化海线的居民 偶尔会在脸书抛照诉苦 有人家里的滤芯 一个多月之后 滴下来的水就像墨汁 家户营业用水都有困扰 滑芯的有一沾 良心说真的有 那比较辣 这支滤芯要两个月 半年比较多就这样 如果有滤芯 滤芯当然水浸就较不好 家里用水分四种的老村长 习惯成自然 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只 最少要换一只 当地人口中的大胖 是三只滤芯并脸 货塞三道 因为地下水铁质偏高 这些生活环境 当然我们有时刻要期待 不能说完全零污染 至少降低到没污染 这个是纯粹是个案 因为大部分都没有这样反应 少数的用户会这样反应 可能水在那边积 积在那边没有动 所以那边会一些沙子 会进那边 就是他没有这种尝试说 时间到了自己洗也可以 六都之外人口最多的 县市就是彰化 但八成居民 42万用户喝地下水 民生用的农林渔木工业用的 都抽地下 42万多户 124万人 全靠地底300米的水井 彰化地区会取用21万吨 CMD每天供应21万吨水 彰化要靠台中水库 每天支援北彰化5万吨 云林水库照顾南彰化9万吨 其他地区就喝7万吨地下水 也就是都靠井水过日子 水井升级地下300米 地点是最高机密 除了防有心人下手 也防林日来抗议 说会害地层下线 为了证明饮水安全 自然水公司开放 国家级饮水实验室 现场化验 这里能验包含重金属 在内的13种物质 这个是花坛 花坛交过来的 你看自由有效率 0.2至1.0 这个就是饮用水水值标准 从井水厂的沉淀加律 符合饮用水标准 送到民众家中 自然水公司想证明 昭化然不是二等公民 巧克力滤芯可能是管线 煤青的偶发事件 然而因水而引发灾难 不至如此 彰化检方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 掌握祥赫益松企业 苏正会工业等十间工厂 排放有毒废水 污染上千公顷的农田 没有水库的彰化 同时也是农田工厂最多的省事 农委会2017年 调查农地发现 有13多万家的工厂 盖在农地上面违法使用 总面积1.4万公顷 形同550个大安森林公园 其中面积最大的县市 就在彰化有2348公顷 彰化农地工厂灌全台 有其背景因素 顶帆棚一带 过去是全世界六成水龙头的生产地 最多的时候有数百家工厂 而不断传出的电渡后工业废水 就排进农田 附近的水跟土 都养出你我餐桌上的米吗 像这两边都是 看起来有住家有工厂 都有 对像这就是工厂 都是农地工厂 而且面积不少 都很大 这边都是这样子 里顶翻坡几公里外的福星农田 或远或近传出了工厂 重机具的声响 与农村应有的静谜实在冲突 2015年彰化线推动整治计划 清理裂管污染的农田达350公顷 经过九年解除裂管 但解除之后又发现重金属在裂管一次 不是二度污染 就是污染还没有完全解除就解禁 这段期间种的米去了哪 让人担心 2002年裂管 2004年解除 它有各同心念四种污染源 然后2013年再来看的时候 还是一样出现了各同心念 这中金属都还是存在 红色的这个标记出来的 都是重复列管过的农地 176块是指河美还是我们 河美陆港彰化 但是河美比例最高 然后我们也曾经想要问 在陆港在地的米店的老板 然后他就说 他们不卖陆港的米 因为他们 其实在地人都知道 这污染很高 大家都不会想要吃 但实际上这些米 还是有人收购 相较于工业区 农地工厂被特许 用较低的成本 在农地上运作 一旦排放污染 对环境事案的影响很大 政府在2020年 以工厂辅导法 辅导农田工厂 鼓励他们迁到工业区 或是先办理临时登记 再接受辅导 等同就地合法 但是纳管之后 污染违规的件数 竟然增加三倍 甚至有28家工厂 取得登记后是 污染的累贩 而在网购电商发达之后 还有另一个不定式炸弹 里长打开地下水龙头 橘红色的污水奔流 散发恶臭 这来自昭化二林镇的 一家纸业公司 总是把污水灌尽地底 光是这个厂 就被环保单位 开罚132次 厂居面积超过一半 是农地违建 身为全球第四大工业造纸公司 同时也是 某某虾皮纸箱的供应商 常年超抽地下水 污染农田 这个惯犯还想钻法令漏洞 向彰化县申请扩厂 遭地方人事抗议 2024年当地还要盖 第11座焚化炉 处奴居民 我们彰化是一个高度利用地下水的 不管是关盖沟取 然后把中金属吸附在这植物上 植物可以透过移植的时候 就是收割的时候把它带走 然后这个农地的中金属越来越少 但是直升的解决中金属污染 时间比较久 所以我们看彰化其实很少处理这件事情 从电信公司退休罗先生 他的第一就被工厂包围 污染看太多了 他们不再农作 索性养花休闲 就一直很奇怪 为什么做电镀没有汇水 后来被抓到 抓到就是我收的 赚了好几亿 可是他那个关应该没关多久 大概关了一两年应该有 了解 他不知道藏钱 不知道偷还多久了 那个 我看至少三四十年 绝对跑不掉了 只是彰化人相信自己的土地 还认真地耕作着 如果整治需要时间 至少让彰化人 有安心的水可以喝 朋友回来我们再来您关心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在今天谈到了遗嘱之争 真的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第五十届 另外翻转地方之最这一集 入围的是社区营造 与地方创生报道奖 我们也会秉持初衷 制作更多的深入专题 再来带您看到的是新宇航空 在今天召开上市前的法说会 董事长张国伟表达心路历程 表示一路走来 好像荆棘在背一样 包含新宇开航 一个半月就碰到了新冠疫情 但是完全没有气馁 展现出台湾 新宇航空一路走来 这个真的是荆棘在背 一路走来不是很顺利 可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这个也充分发挥我们台湾人 台湾台湾小孩 这个非常怎么讲 任性非常强 大谈新宇一路走来 新路历程 K董二十五日亲自主持 新宇航空第四季上市前 演技发表会 去年也达到损益平衡 小赚了一点 一点五亿左右 那坦白讲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 这数字其实不是很大 可是代表他很厉害 二十五日新宇在新贵市场 大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一度占上三十一点五五元 涨幅百分之五点五六 单日有近十一亿元成交量 但张国伟却自嘲 没在炒股 就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因为我本人没有在炒股 这个还是要异市场机制 大家对新宇的这个认同感 是到多少来决定的 也许是上市话题 助攻股价表现 摊开航空四雄成績 华航八月营收破一百七十七亿 年增百分之十点四 潮容逼近两百亿 年增百分之十三点二四 虎航也有百分之四十二点五九 而新宇则是年增幅居冠 发表会上K董还不忘调侃 同样要拼上市的虎航 强调获利会努力超越友航 因为接下来要扩大争取 跨州转集市场 并争取还宇一家 新宇正式挂牌上市前 K董信息喊话之余 也给投资人承诺 希望二零二六年就可领到鼓励 今天这场记者会 也谈到了遗嘱之争 日前法院传颂多年 他已经判决这份遗嘱有效 张国伟在今天真的是火力全开 他不懂为什么拿回 爸爸给自己的遗产 会被长荣集团说是得寸进尺呢 他也提到遗产这件事情 应该是个人的事情 不要牵扯到公司 批评对方是失格的行为 被长荣集团批说是得寸进尺 新宇航空创办人张国伟 咽不下这口气 他讲得寸进尺 应该是他失格吧 一个集团公司 去讲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也很不适妥 因为这个毕竟是家族个人的事情 K董在镜头前火力全开 讲话很不客气 因为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 2016年过世时 遗嘱上写着存款不动产股票 全部由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 遗产总额约240亿元 但大房三子张国正 质疑遗嘱的效力 向法院提出确认遗嘱无效之诉 双方经过了八年的法律斗争 最高法院在今年八月判决 遗嘱有效 虽然遗嘱指定全由张国伟独得 但民法有特留份的规定 凶长可依法拿走三分之一 张国伟则能获得140亿 但张国伟认为大哥张国华 与柯立清等遗嘱执行人 在判决出路后却继续拖延 恶意违反遗嘱 张国伟立刻委由律师 针对遗嘱执行人触犯刑法背信罪提高 那特留份该分就分 这个也不用拿特留份一直在讲 特留份我从头到尾 从八年前八年后 我都没有说特留份 是要去霸占或是怎么样 大家依法行事 当时遗嘱的最后张荣发还希望 他的子女和孙子们能够和睦相处 不过这份遗嘱最终 还是引发家族间的增产风波 近新闻 陈志峰 证据罕采访报道 央行新一波打炒房专家预估 会让买家产生最少百分之五 最多有到百分之十的溢价空间 那就怕未来房价会继续跌 很多卖家急着要赶快脱手 他们说这叫忍痛割爱 直播这一份爱 现在找不到人接 因为贷款变得非常困难 很多买家因而收手 不敢去买 所以央行这一波打炒房 也被质疑会不会滥杀到无辜呢 央行总裁杨金龙承诺 他们会提配套措施 因为最近的这个现代令 让很多其实想要买房子的人 其实他是贷不到款的 我有点担心说明年 我要卖的时候 我其实是卖不出去的 吴小姐在桃园持有一间中古屋 原本预计在拥有的第五年 房地合一税 可以降至百分之二十时脱手 但现在即使宁愿被多克税 也不愿意多等一年 因为房价可能会下修 央行寄出第七波房市信用管制措施 未来房贷的审核 势必更加严谨 预测卖方市场将翻转为买方市场 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下修空间 尤其预售市场 溢价空间更大 在年底之前即将交屋的这一批交屋主 在这段期间 如果还是找不到银行愿意借他们钱的话 那这一类的屋主 他们可能就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们就有可能会比较断头的 去做一个售出这样 在这阵子的确可以多加的留意 有可能是可以捡到便宜的 央行打炒房 但这波措施外界认为会滥杀无辜 杨金龙认为信用资源要合理分配 否则很容易就会像日本的泡沫 和美国的次贷风暴 但重拳之下 失手打到的可能就是无辜的购物足 央行的措施会不会还有调整的空间 养金龙也买下伏币 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 甚至从疫情过后 好像一直没有恢复的迹象 那这么低迷状态下 你也不难理解 人民银行在昨天宣布 这样一个强力的措施 包含降准降息 同时调降了存量房贷利率 更像市场释出了一兆人民币 相当于是新台币 4.5兆的资金 而且他们还暗示 年底之前 不排除再进一步宽松刺激经济 不过这样做真的就可以达到 今年经济成长目标5%吗 我们带给您中金院第一研究所 助研究员王国臣的观察 这样准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救银行 不是为了救经济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看的东西 其实是看着是中国政府 有没有办法拿出10兆人民币 来收购库存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回的条例里面 第七条是提到这个问题的 可是它是唯独一个没有数字的 所以它在讲空话 说你们要去收购库存房 可是没有任何指标 所以这件事情反映出来是 其实现在银行去收购房 他们持有的房地产余额是在减少的 他们根本也知道这些是问题 所以中央不去叫 他们就不去动 甚至来叫他们赶快还钱 抽银根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说过 其实像华尔街日报 或者彭博胜已经讲出来 所以我们在去年已经讲过 就是你拿出10兆 只是钱财投席款 因为整个房地产的总负债 是100兆以上 可是如果你没看到 这个10兆都拿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用想说中国大都听机会见底 所以我们的看法是怎样 那最后补充一点是 这位有提到的那个股票回购的问题 股票回购 我觉得那是隐胜的时刻 已经推行了 一年快一年了 去年开始加大力度推 不是现在才推 已经在推 它推到银行已经没有钱了 所以才要用再贷款的方法再给它行 去股票回购 股票回购很麻烦 你这些股票回购之后 你不可以再流通市面上 因为有点内线交易的感觉 所以中国大物的股票 整个规模量体在不断地在萎缩 因为你就是透过股票回购 所以市面上的价格数量变少 所以你自己又买自己的价格又上升 所以上证指数 或中国证券指数 是这样冲出来的 它的量体越来越小 所以说是隐症止渴 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 是蛮出乎意外的 也代表说他们真的没招 好 真的是没招了吗 如果真的像研究员讲的 这是隐症止渴的措施 那我们这样看下去 中国的经济发展 还有乐观的空间吗 我们这些来听王老师的分析 我觉得他们什么都不要做 也无所谓 因为刚才一说一开始 这件事情是金融监管部门出来 不是国务院 那现在的国务院 因为李克强的事情之后 中共中央跟国务院 基本上联合发布政策 换句话说 习近平根本就不在乎经济多差 所以外界已经喊好几年 比方说几十年 好几年你要发消费券 你要提升消费 你要干嘛干嘛 他都不要 他要的是长期的结构转型 他不在乎短期的阵痛 所以没有看到国务院出来 所以这大概是金融监管部门自己的操心 那后续会怎么样 其实 大家很关心年底的人 每年都要被问 那个GDP 会不会有五 那是官方说法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习近平会怎么想 在过去的两三年 2014 15年的时候 一度实际的GDP比目标还要低 这种事情也出现过 所以你说因为我们可以预期大概 七到九月的经济数字一定也不好看 所以要达到5%的官方数字是更困难的 他就说官方要不要做到5% 我们无法掌控 可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讲过 你如果没有在三月份拿出10兆 那么今年是很难保五的 所以那时候的讲法予诚真 你看三月份因为没有拿出10兆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季跟第三季的GDP 都不会太好看 接下来第一季如果持续下去 也不会太好看 因为你像这一波 昨天的消息 一出来都股票大涨 汇率大涨 其实那是个很吊诡的事情 因为你降时降纯应该汇率要跌 为什么汇率会涨 所以都是官股在运作 所以官股去运作 就回到过去半个月 半年的时间的做法 你去买那外资热的有人接盘 那就把钱弄出去国外 那接下来汇率方面 我觉得中共应该不会去操弄汇率 或者说他始终就是操弄汇率 就是为时不会跌破7.3 所以你要把汇率当作 中国的经济指标 我觉得只有在危机的时候 然后唯一会扁破7.3 代表他已经守不住了 好 谢谢王国成研究员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 每股市大指数礼拜二收高 道琼跟标普500指数 也创了收盘新高 另外挥达Blackwell的晶片 即将在第四季开始出货 也带动半导体类股走洋 包含台积电的ADR 上涨了超过百分之四 道琼的工业指数涨幅来到百分之 零点一九 搜在四万两千两百零八点 标普五百指数上涨将近百分之 零点三 收在五千七百三十二点 另外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 上涨了破百点 收在一万八千零七十四点 飞板指数也上涨了六十五点九七点 收在五千零九十一点 中国国防部在今天证实 朝着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弹道飞弹 这是中国相隔四十四年 惨见的朝着太平洋进行全射程的试射 在今天上午的八点四十四分 解放生有新动作 国防部证实 中国国防部证实 他们的火箭军在上午朝太平洋海域 发射了洲际弹道飞弹 而上一次是四十四年前 这次相隔四十四年 做这样的举动到底为了什么呢 具体是什么型号 官方并没有公布 但是国防专家分析 应该是射程可以达到 美国本土的东风四十一型飞弹 相较于过去都是把这颗飞弹 往新疆方向放射 这次却是朝太平洋 显然是要威吓美国 万里无缘的蓝天之中 画出一道长长白线 这段中国海南民众 随手拍下的画面 有可能就是中国发射 洲际飞弹的飞行轨迹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 成功发射一发 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 洲际弹道导弹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特别强调这是年度军事 例行性安排 中国试射洲际飞弹 确实不算罕见 只通常都是由西部 往内陆荒漠发射 但这次却是四十多年来 首度朝向太平洋公海方向 中美推测 陆境可能是由海南岛附近发射 落点在太平洋东南海域附近 射程超过1.2万公里 显示他们有能力 威慑到第二岛链以外 美国跟自由民主国家的区域 解放军型号没有对外公布 但各界从射程来看 普遍认为解放军这次试射 是出动东风四十一型洲际飞弹 不仅可攜带十枚核弹头 射程更达一点四万公里 范围覆盖美国全境 他要向美国进行一个示威的行动 才会说向太平洋发射 洲际飞弹到北美最近的距离 反而是向西边飞 很明显就是政治意图 大于实际的测试的军事意图了 北京调在此刻试射 专家认为也可能与美国总统拜登 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会谈上 忘了关麦脱口说出 中国在台海地区 咄咄逼人的一段话有关 国国国防部保持警戒 证实同步掌握共军演训活动 解放军一枚洲际飞弹 形同在为印太强权进河角力 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 金雄文练某一周 蔡方报道 好的 你看到现在洋将都不用来台湾了吗 之前直篮的台平云报队 曾经找来NBA球星 魔兽跟表弟加入 不过他们重组一个TPBL新联盟之后 他们对于洋将的薪资 设了一个上限 每个月最多就是两万块美元 等于说这些大咖球星也不会想来 云报球团证实早在去年 就有跟NBA的明星后卫结洽 不过未来只能依照 这样的规定 再联络看看 求新光环加持 成为电梯公司代言人 林淑豪返台发展 什么都想尝试 放得很开 资产计划也都聊了 有开始跟几个朋友去聊了 不是特别急 可是肯定是长期来说要 我希望就是当然是北边 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些也在这里 可是没有彻翼的 也有定在台北那里 我觉得靠近一个夜市 就会是最方便的 升格人赋考虑买房 但不着急 续约新北国王就是要先拼冠军 尤其TPBL集结上季 两个联盟未免军 这次合并 国王强碰云报 球队招兵买马急着补强 巡魔兽和表弟先例 NBA球星高升量 战绩提升还有明显周边效益 云报下一位锁定对象是三十五岁 明星后卫飙风玫瑰 不过新联盟规章出炉 不容许开绿灯 洋将单月薪资上线只能两万美元 其实我们去年也有跟他们经期人 已经谈过 本来我只是把它当成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毕竟篮球我们觉得说能够找点刺激 跟一些乐鞋是不错的 但我其实也不反对 联盟他们觉得说好像不是很需要 至少每一个球队会有绝对的公平 不会再有那种超级洋将来 然后完全的左右这个占据 本土球员在这TPBL里面的重要性会更明显 虽然说对于球迷来说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 想挖顶尖球星现在不是砸钱就行 薪资条件摆在那 合约注册还是得遵照联盟规章 今天新闻综合报告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是黄胜凯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